台中港北防坡堤 因为鱼群种类众多 一直是当地钓客喜爱的钓鱼地点 但是过去基于安全上的考量 只有开放1385公尺的区域 还有150公尺的钓鱼平台 而考量到钓鱼人口增加 明代与钓犬团体是极力争取 终于从2号开始 这全段2818公尺是开放式营运 也吸引了上百名钓客前来朝圣跟垂钓 台中港北防坡堤 过去基于安全考量 只有开放1385公尺的区域 和150公尺的钓鱼平台 但随着钓鱼人口增加 被提逐渐不服使用 如今在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等多方争取下 终于从2号开始 全段2818公尺开放式营运 以前都要用偷跑的 那一直开单也不是办法 那外面鱼货会比较好 那鱼种会比较多 那不用被这样追着跑 当然啊 这是很大的福利 能够拍板定案 让所有全台湾喜欢海钓的朋友 终于有一个示范区 可以来进行钓鱼 而且很光明正大的钓鱼 这个是台湾钓犬的一大进步 也是台湾作为一个海洋国家 人民可以亲近海洋 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虽然才刚试营运 但每天都吸引上百位钓客前来朝圣 感受海钓的乐趣 目前也交由台中台湾钓鱼人协会接手管理 除了实施管理费制度控管品质之外 也要求必须穿戴救生衣和防滑鞋 才能够进场钓鱼 希望做好妥善管理 保障钓客安全 如果在港里面钓鱼会影响到 人家那些渔船的工作 所以开放之后 相对的 他们也好 我们也好 环境整理的话 就是有一定的水准 大家开放安全地 救生衣 防滑鞋 有一个那么好美好的环境 其实都大家一起来享受 我们要求钓客 你一定要防滑鞋 安全硕资 自己要做好 没有做好 我们保全人员 管理人员会立即来跟它纠正 希望它改进 那目前两天以来 我们表现平台 钓客都能合作 对于北堤争取多年 如今终于能够全线开放 不少钓客都给予证明肯定 协会表示 目前全台有超过150万的海钓人口 因此未来 希望能够以北堤作为示范场域 逐步开放其他港口堤房 让钓鱼休闲产业 能够持续向前迈进 介绍伯瀚 台中采访报道